你不觉得汽车的这个设计有点反着累吗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在使用隐藏式的门把手 美其明月是为了空气动力学 我上去我给你一出炮 还空气动力学了 你真当你是F1了 你要是个超跑我都能理解 一个家用车一个SUV 门把手能有多少空气阻力啊 就这个设计不仅没有提升使用的便捷性 反而还增加了操作成本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你想上车先按一下按键 等门把手弹出来之后 你才能开门上车 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把钥匙拿出来 用解锁键 它也能弹出来 那我的无钥匙进入功能还有什么用呢 汽车本来是给人们带来便利性 越简单越可靠越经济越好 你的这个东西不仅没有简单 这里头还有电机还有升降装置 一旦损坏维修成本还不低 这个东西有什么科技感呢 所以我希望这些厂商不要为了去营造科技感 而去弄这种所谓的科技感 这个东西华尔布什 你们觉得呢